你有關心小天心的謝忻嗎 一直有關心 那他們 了解或化解一下嗎 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 你不會只會這一招吧 能不能要投來投進喔 這個 你有關心小天心的謝忻嗎 一直有關心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的 感情就是這樣子吧 就男生就擺在那裡 需要的時候就會來找我 我也不會說 特別去主動或關心 或了解什麼樣 反正他們有需要會找我就覺得 我就是他們的工具 那你有看到他們的新聞說 欸好像有一點點從假的感覺嗎 我覺得女生是這樣 他們在交朋友的過程當中 會隨著年紀的改變 然後想法會不同 那所以他們在面對自己的交友圈 有可能也會有一點改變 或不一樣 那我覺得女生跟男生不一樣啊 女生就是心思也比較細一點 現在每一個人的角色也不同啊 啊甜甜她本來就是現在有家庭 她連我也比較少聯繫 滿月啊 或者是送蛋糕之類的 我才會出現 然後才會去碰到他們 那謝忻是 也是就是現在拍八點檔 也是有空的時候 我們才可能會 時間剛好才可能會約出來這樣 那其實朋友就是這樣啦 跟他們怎麼瞭解或畫解一下 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耶 有一天他們也許 又過一陣子的想法又不同了 又可能又會比較熱絡的 也說不定啦 我跟他們各自是常碰面啦 但是一起的就越來越少了 因為我們群組其實有滿多人 比較閒的時候會藏出來 但是現在大家都有家庭的 有男友了 然後有其他事業的規劃 就真的要碰 就是越來越難 許博士現在有更好嗎 許博士 許博士一直很好啦 就是說 他 我覺得會慢慢的 讓大家看到他不一樣的 一面相吧 可能大家 對他還是 在新聞上會有一些 不同的想法 可是 就我對他的了解 其實 我覺得他有更多會讓人家 更值得去相信 更值得去學習的面 給他一點時間吧 如果有打擾到任何人 我們深感抱歉 然後 基本上我們練球 還是會到球場上練球 可能有一些報導 是不是那麼真實 但是我覺得 就讓他過去吧 不真實的部分是在哪個地方 基本上我們不太可能 在家裡練習 我們打籃球 還是會到球場 或是運動場 對 還有很多 其實 這邊就不再 追逐了 那媽媽 還好 媽媽很OK 不會啦 她很OK 後來有跟坤林說什麼嗎 因為後來 他也是昨天報到你 基本上 我們就跟所有 影響到打擾到的人 說聲抱歉